175 聯合報,湯圍嬌修興旺,叫我湯湯就好 2015年5月9日升博士4 王瓦蘭台北報導 湯圍和南韓導演老公金泰勇婚後甜蜜 七日兩人合體為工作現身,出席第十六屆大學生原創影片大賽 現場湯圍說自己是老公看片時的翻譯時,金泰勇甜蜜肉麻說 感謝湯圍,為關注自閉症兒童公益主題單元頒獎 除了湯圍和金泰勇,還有導演四條路,將一百等人參加 湯圍和老公上臺時,自稱是老公助手的小助手 還對全場嬌修喊話,叫我湯湯就可以了,全場歡聲雷動 後來大家才知道,原來這是兩人平常親密的稱為 湯圍夫婦婚後只有為自閉症兒童相關的公益項目才同時現身 湯圍坦誠夫妻二人同時現身公益活動 是希望能為自閉症群體多出一份心力 緩起更多人對自閉症群體的關注 頒獎現場,湯圍和金泰勇還用手比出愛心姿勢 並與其他平委和大學生一起連誠心手相連 呼籲更多人將這份愛與關注傳遞下去 湯圍日前被馮小公開玩笑說至雙帝 秋小燕又食量大,他和老公現身時 則顯得受氣又嬌修,由於金泰勇還在學漢語 湯圍現場當他的翻譯機 金泰勇也適時地表示了對妻子的感謝 謝謝 謝謝 謝謝